作詞文章 子曰:「君子,金而不爭,群而不擋。莊以辭之曰金,然無乖立之心,故不爭。」 子曰:「爛泥講得太慘了。」 子曰:「男人叫他做什麼就做什麼,很可怕,到那種地步。」 子曰:「自己對自己的評價,價值非常低落,只想討好別人。」 子曰:「金而不爭,君子仁也,當然對自己的價值感,是很高的。」 子曰:「這個價值感,不是來自於他所謂勉強,而是說,修道啊。」 子曰:「至於道,聚於得,亦於人有意義。」 子曰:「你是一個學習,也懂得人生的正道的人。」 子曰:「你按照這個路的做。」 子曰:「做得越久,你當然地。」 子曰:「自我價值感,會不斷不斷地提升。」 子曰:「真想會ragí無,夢中、愉疑不斷地震 plants。 子曰:「你將不斷地快道放失地再用牠執頣啊。」 子曰:「ogenic,ages要錫拖拖課,敗堕工 Konon labour,иной口會。 子曰:「我而 Naiini��大吉iorna 芝ICES花她在世,也じゃない,不斷崇 up blas。 美國Evy League的同學會 各界居於藥精之衛 主席 主席 人脈 君子是求道的,因此他當然精而不爭之心,但是不爭,無乖立之心。 儒家最高準則 自於道,自於德,亦於人有意。 真正儒家,自於道的人生。 聚於德,一切事情要聚於德,所得到德於我的德性。 人有德的,也有失德的。 你德之於己的德性,是你聚於德。 你聚於德,要聚於一切的人世間,你盡可能學習到的美德。 異於人,人心人德。 一切出自於人,有一意。 學會各式各樣理。 古代禮樂,設於書術。 現在是古今中外,各式各樣義能之事。 君子,經而不爭。 他有他莊以慈己之道,然而不爭。 群而不擋,何以處眾過群。 群而不爭,群而不擋。 西方文化縱視超越性。 西方之所以勝過中國最關鍵的本質性的原因,就是西方縱視超越性。 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自由、平等、博愛。 西方人懂得追求超越性的價值,所以西方人近現代是遠遠勝過了全世界其他文明。 西方人的 cutter monkey 西方人類有個厲害報導的〈人馬事實在 pod〉 丞〇乎天啊,이는人皆實在尊! 人本來做不成什麼像樣的事兒的。 以前認為,甚至於永恆的價值。 人在世界上只是一個過客,終極的家在天上。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君子,敬而不爭,群而不擋。 敬而不爭,群而不擋。 敬而不爭,群而不擋。 敬而不擋。 敬而不爭,群而不擋。 敬而不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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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而不擋. 敬而不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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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而不禁而不擋。 主流趨勢愈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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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理性批判能力的人,才有能力否定理性。 吳老師,我聽到嗎? 吳老師,我聽到嗎? 吳老師,我聽到你,包括中國思想史。 吳老師,我之前聽到你,包括中國思想史。 你講的理念就是, 我們現在要把幾百代之說, 把我們很多的一些現代學問跟傳統的, 以及現在西方的啟蒙的思想做一些。 古今中外,沒錯。 但是你剛剛提到,像你剛剛講的那個, 包括Foucault這樣的一些人, 包括我最近身邊, 有類似這樣很深的體驗。 就是,我有很多的就是, 我現在在讀書嘛, 然後身邊有很多那些女性, 就是她追求那種所謂的追求女權嘛, 她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就是,我感覺就是輪女這一套, 好像跟他們的想法, 經常格格不入。 因為我們可能有的東西要約束自己, 但是他們很可能就是, 很追求自己的權利。 就是,我的意思是, 論語, 就是我們現在這一套, 過去的這樣的儒家的思想, 有沒有辦法去傳播給別人, 就是怎麼去說服別人, 包括權利啊,欲望啊, 他們就是要追求這樣的東西。 但是就很難普及到身邊的人。 我覺得, 你經常會發現格格不入的感覺。 所以, 她很難說服別人。 我現在嘗試。 她的路是對的話, 她也可以活得很好, 很有光彩, 活得,讓大家覺得都很開心。 《新Gossip Girl》 菲文女孩 菲文女孩 《Gossip Girl》 緋文女孩 《紐約》最有名的一些私校 《紐約》最有名的私校 《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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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主角 《惡心》 《極心》 學費揩得不得了的 《惡心》 似老師如糞土 Followers 有一群Followers 每天代理學人在內,藥無揚威 童母義父的妹妹也進來 他就要整她 那妹妹也很優秀 想盡各種噁心的方法,整這個妹妹 看這些人,我的天啊! 講話、做事、思維 整天就是要show off 我漂亮、我厲害 我design 厲害 你們要follow我 你們其他人都是垃圾 老師更訣了 老師被學生因為視若糞土 所以四個老師合在一起 弄那個Gossip Girl的網站 去揭露這些學生的秘心 去揭露這些學生的秘心 然後就打擊那個 剛剛講的那個女生 那女生本來是學生頭 就把她黑材料的挖出來 然後出她的球 讓她男朋友跑掉 男朋友開來喜歡她妹妹去了 我的天 反正看了我 如果 紐約最有名的、最貴的、最難進去的私下學生是這個德系 那至於亂搞、亂上床 然後互相 那就不必不用再說了 如果 當眾用淫秽的手段 來爭取你的前男友的attention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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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大家覺得這個就是人類的未來的話 你 go ahead 你 你 等 他自己 自己 回 來吧 聽懂我意思嗎 小心 你說 對 吳老師 我感覺你講的就是 也是我最近別這麼想 就是說我發現 其實 吳老師你剛剛講的那個歷史 稍微算是有一點極端了 所以我身邊那個歷史還沒那麼極端 就是說 戲劇有點誇大了 對 你那時候稍微有點極端 就是我發現就是有類似這樣的事情 就是說他可能會違背一些 比方說 就 比方說我最近有一個例子 有一個身邊有一個例子 我感覺就很感慨 就是 也是跟我一起在讀博士的 就是 他已經自己有 結婚了 然後也有自己 一個女生 有小孩了 但是呢 就是說他 因為他跟他的丈夫 長期之間是分開的 然後因為他是我的 相當來說 算是同門嘛 然後聊天的時候就發現 就是說他覺得自己在 學校很寂寞 然後什麼什麼的 意思是他覺得自己 需要再去找一個伴侶 或什麼 但是明明自己有小孩 有丈夫 但是他那種 相當來說是 他就會去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他覺得他要追求自己 但是他又覺得自己 又不想 破壞自己的家庭 就感覺 我們社會中就 這樣的 我感覺就是很 在我看來非常的違背 但是這樣的人 我最近 所謂分開是說 兩個人分居 還是說 只是因為距離的分開 對 但是他又不想 覺得自己的先生 他又不想跟他離婚 但是他又覺得 自己在學校裡面 又覺得自己太寂寞 可能他又覺得 要去尋求 尋求 再找一個對象 或什麼 就類似於這樣的事情 就是說 類似於出軌 你可以這麼認為 但是他又覺得 類似於這樣的一些 有點混亂 然後又非常的 但是 就這樣的事情 在生活中 又特別普遍 就是包括男生 女生 他都有一些追求自己 他某種程度上 總覺得自己的欲望 自己的東西 是世界最重要的 但是 但是我感覺就是 這好像成為一個趨勢了 社會上 永遠好像就是 越來越往這方面的發展 進步 就是 我們過去所 那 講的那一套東西 在它聽上去 根本就 完全在生活上 完全實現不來 我就在想 如果我們周邊 都是這樣的人 這樣的就是 慢慢的一個群體 越來越多 好像很難做到 幾百代 它好像就是一個趨勢 永遠無法逆轉的趨勢 我就感覺有點悲哀 這種感覺 社會上 好像就是這樣的 已經有點無法往回的那種感覺了 這個事情很難 所以你看歷史上來講 有很多的時代 它的那一種 整個 照我們現在來講 它的那個人的一種 價值 就整個崩壞掉 很多時代都這樣 就 它不在乎這種倫理的觀 我有這種感覺 就是它可能 就你現在說的 我就要追求信 就要追求這一刻的快樂 就這種感覺 但是很可能 因此而破壞整個家庭 或什麼的 它可能不會 不會顧及那麼多的 自己有個那麼可愛的小孩 它可能覺得 嗯 還是自己 這方面更加重要 有時候就感覺就是 我感覺到有點 看到它那個樣子 覺得自己很 但是又 又可以理解 它那種欲望 那種追求 覺得自己很孤單 很孤獨 不需要人陪伴 但是 它這個情況 坦白說 究竟該怎麼去做調和呢 不分不合的情況底下 當然會有剛的那種問題 不管是情感或欲望上不上不下 那就要個別的case 來討論 這個不是一個簡單的 道德與否的問題 我覺得它最大的問題 是你 你 拜託一點 你把這個事情 那 盡早的吧 把它弄清楚吧 這個才是一個問題 那 個別的case 沒有辦法討論 我現在再講 一個大的 因為 你都必須要深入了解 我不是一個簡單的那樣子的 一個 一條 編的 道德批判 那 我剛剛講 這個大的 你說覺得這個趨勢還要莫可萬非 其實是因為 只是你在其中 在歷史上來講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當一個民族 或者一個國家 他整個的那個 一般來講 宗教不行 所以造成了倫理價值 整個崩潰之後 然後後來就整個沒落 沒落之後就消滅 就滅亡 或者說 就被別人吞病 或如何說 就重新洗牌 再來 這個就是陰亦陽的道理 其實沒有什麼 太多了 這樣情況很多 只是因為 我們現代 當然 因為西方的 他也是集百代之功 他不會那麼快的消亡 而且坦白說 西方是個偉大的文明 他們自己不斷 現在也在反省這些事情 他們也有宗教的復興 也有古典的復興 還有各式各樣的東西 所以沒有這麼簡單 所以 你現在看到 你是在哪一國 我在大陸 你在大陸 你在大陸 OK 那 上海 OK 其實 歐洲各國也不一樣 美國各地不一樣 西方文明在沒落當中 其實西方文明在沒落當中 其實西方文明在陌落當中 他們自己也知道 那個陌落的關鍵 文化的理念 人不能講真話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曰:「有言不必有德,故不以言舉人。有言不必有德,不以言舉人。不以其人之無德而廢其言之善。」 子曰:「不以人廢言,不以其人之無德而廢其言之善。因無德亦可有言。此章君子只在善位者,然亦可通之人人。」 子曰:「不以人廢言,不以人廢言。」 儒家是做人處事,當中才是見真章的。 安慶班 不予言舉人 人可能有這樣的問題 但他講的話很好 也可以用他的聰明的地方 有知的地方 《智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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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是每個人不一樣的,才是每個人不一樣的。 中外截然 人生最好的指引,就是良知。 人要相信人的良知,也要相信人的本能。 本能跟良知,其實也是一體的。 你生活上是一種本能的。 現然都只相信化學的、科學的、各式各樣子的、藥物的、醫學的。 人的身體本能是最重要的。 生本能是最重要的。 心來講,良知是最重要的。 子供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生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無事於人。」 子曰:「不能言之,互換之之,愤其恕乎,其史不窮,故可以終生行之。 子曰:「有的意言,可以終生行之者乎。」 子曰:「推己、及物,其事不窮,故可以終生行之。 子曰:「其子曰:「走歓,ottom,乃。」 人生千變萬化,人的處境也千變萬化。 子曰:「其恕乎,即所不欲,勿施於人。推己即勿,即事不窮,故可以以終生行之。」 子曰:「其之所欲,施之於人。」 子曰:「你也不要去罵人家,看不起人家。」 子曰:「我不喜歡人家,強迫我吃辣。」 子曰:「你也不要強迫人家吃辣。」 子曰:「尹氏曰:「學貴於知藥,子公之問,可謂知藥矣。」 子曰:「求人之方也。」 子曰:「推而即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生行之,不亦疑乎。」 子曰:「求人之方也。」 子曰:「推而即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 子曰:「其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曰:「不 Newton。 妾歐,勿施於何禁的,威小和百財,不僅信佛德。 子曰:「《乃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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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人atories·侯典勢〃 對人家好,人家沒回應,人家對你好,你也不要沒回應。 所以推而及之,確實是求仁之方也。 他到哪裏去,對於周圍該照顧的人都會照顧到的。 一般人就說,不喜歡人家忽視你嘛,該照顧的總應該照顧吧。 當然也不是無限的照顧,不是那種過多的照顧煩死了。 你不喜歡人家把你照顧的那種太過頭了,你也不要去照顧別人照顧頭吧。 有時候很煩啊。 那大概兩種,一是照顧顧頭的,不過現在照顧顧頭的比較少了,除非他很奇怪。 因為現在人都忙得沒時間照顧別人。 以前有阿嬤,那種呵護貝子,從頭到腳,我會搶孫啊。 現在這些阿嬤都已經真的老了,都也不做阿嬤了,所以現在沒了。 新一代的這種六十歲,六七歲的女生,一般很少有這樣子的性質。 就整天追著孫子,很少了,現在很少了。 現在底下都是缺乏照顧的孩子。 父母都很忙,他也忙得賺錢,忙得享受, 孩子喜不喜歡,孩子不喜歡。 孩子不喜歡。 孩子不喜歡。 惡殤己之,雖然是吾我不出乎恥。 古人稱一字為一言,求能終生行之,則必當下可行者使事。 若仁字,故當終生行之,但不能當下即事。 子曰:「無欲仁,施仁字,是以心言,不以行言。」 人之為道,非觸皆可計。 人之為道,非觸不上自己的習氣和毛病。 造古人 子依述至當下便可完成。 及所不亦勿施於人,但皺看若消極,但當下便是。 推此心而仁道在其中,故可終生行之。 是偉大,己所不亦,無始於人。 古德如,己所不亦,無始於人。 己所不亦,無始於人。 德性固然未有道,但是不用擔心,良知是不學而能的。 人做了違背良心的事情,而自己心慧不安的。 德性、患避非也不受含閉行更何相,為人不適合殄意,工作得很ics的 Stan. 古司尚還是кого профilo的。 武士尚來有人掩 Brah 回九曲之七上的人也不 People 自願。 武士尚還不是薄獨, causing只是戒愛在身。 武士尚又能自助 mastering sar as soul 魔物系射 button 武士尚依不 especialmente兒玫瑕ois 焦貸。 武士尚剛 sun 武士尚依不可以和善轄。 徒弟,或是和朋友講一件事。 人的心會知道,人的心很靈的,很柔軟的。 每個小孩都喜歡父母抱他,愛他,這個心的天生的項目。 《無論何事,你願意人家怎要待你,你也要怎要待人》。 《無論何事,你希望人家怎要待你,你也要置下等人。 遺不義work 《無論何事,你希望人家怎要待你,你也要待人》。 《無論 nine nowhere事,你希望人家怎要待你,你也要戴了人家》。 《無論何事,你希望人家怎會單人,你也要帶人?》 極所不亦勿施於人,看似是好像是消極的,但是比較沒有問題。 你希望人家怎麼戴你,你也要戴人家。 極所不亦勿施於人的普遍性,可能更高一點。 其他課,是不亦勿施於人家。 一方面,我們要讀築講經文,因為都是我們的根本。 實踐方便有足夠地討論。 實踐是我們的目標。 不是讀經的目標是為了實踐,否則的話,又何必讀經呢?去做什麽事情都可以啊 好,潘雲你說 老師問一個問題,就是關於群而不黨 就是因為事實,就是現實中,不管是任何政黨也好,或者宗教也好 就是它的上層,都會有類似黨政的情況,中國歷史上就很多黨政,流利黨政之類的 到現代的話,也有各種政黨,比如說,可能 比如說,很好的例子就是台灣,台灣在開放黨禁之前,它並不是說沒有黨 國美黨內部可能就有所謂的,各種派遣 就是派遣會一直存在 這是人固有的一種性質 私人的黨與派系 來謀求自己這一黨這一派,尤其是自己的私立 是這個意思 現代的政黨 就現代的民主社會是必要的 你不能因為他用同一個字,就說 君子就不可以加入現代的政黨 沒有這回事情 那孫中山先生不就創了國民黨嗎 國民黨裡頭難道都是小人 不是這樣 也不能說共產黨裡頭都是小人 沒有這回事情 他是為公的時候,就不是解黨營私了 就正黨政治是需要黨的 就正黨政治是需要黨的 這樣清楚吧 明白了沒有 明白了沒有 OK 就不是搞私人的派 搞私人的派黨與派系 那個叫做所謂群人不黨 這樣清楚 聽說 好 還有其他的問題 好 小熊貓 聽說 吳老師您好 我想問看你哦 法家的話 他有一個理論是讓民眾 越窮越惡 就是越窮越好 越無知越好 就是老百姓愚昧了便於統治 老百姓窮了 給一點點的賞賜 老百姓就會真的非常非常的厲害 那他完全違背了 極所不予勿視於人的做法 但是這個做法在實際生活中 卻經常會被用 我想 我想問看您 就說 為什麼 人類的世界會有這樣的一種選擇 這是一種控制人的手段 那 這一種 控制人的 手段 我 如果 如果 控制你的食物 控制你的知識 如果你 越窮 越愚昧 我 越容易控制你 那 這個 完全違反了 極所不欲 無事於人 因此 這樣的政治 是不可以長久的 他可以控制一時 不能夠長久 法家也不都是這個樣子的 法家其實是 他也有高級的一面 那 你剛才引的這個是 是有這一說 你記得是哪一個篇章嗎 沐老師非常不好意思 我自己 也有點忘了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 我發現 因為我現在發現 我們的應識教育很大程度上 他所學的東西其實不是開發人的一個 靈性 很大程度上是會把人的一個精力全部放在 封術裡面 很大程度上 我覺得 是限制人去思考 然後 讓大家在那個 爭奪成績的過程中 其實是變得更加的 有點愚名偵測 是 讓他的子民 都能夠真正的 好好地發揮他的長才 他的思想 他的能力 他的才情 那 今天的這個政治 是談不上的 他的重點不在這個地方 所以 這個會是今天政治的一個大的問題 如果 我們要談 一個比較理想的一個 西方現在的長處 是可以讓人自由地發展 他們的教育體制 是 他們的教育體制 坦白說 教育理念上 比現在中國的這個體制好很多 好非常多 他從小是 要鼓勵人能夠 是才是性的 自主學習的 發揮自己才能 這些種種 因為 他是 強調人的 自己 自我的成長 自主 那 你也可以說 這是一個所謂自由民主社會 對於他的公民的培養 一個趨勢 但西方目前的缺點 是說 結果這個自由化之後 有很多人很優秀 可是他整個功力系統幾乎崩潰 功力學校系統 因為他的價值完全庸俗化了 那些私校 那些是非常優秀的一些學生 但是 怎麼在這個拼 在對人的態度上如此 我看只覺得噁心 兩個字 他有的好處是 讓你的才性 自由的發展 智慧能力自由的發展 另一方面來講 他克服不了 我剛剛講的 整個庸俗化 跟這個品德的快速的衰敗的問題 那 中國的問題正好相反 不像現在中國大陸上 所謂千軍萬馬過獨木橋 不像現在中國大陸上 是很恐怖 什麼差一分 就輸幾千人 引幾千人 這種恐怖的事情 所以 那種精神壓力非常恐怖 我們那個時候 雖然是黨國體制底下 可是我覺得 我很自由自在地學習 當然 可能 因為出生背景的觀音 我不會去碰觸某一些政治的禁忌 那 現在 這樣 是正不得了 所以 但與此同時 德性有沒有提升 也沒有 這就悲哀了 這就悲哀了 這就是今天的一大問題 那 如果來講 理想的人類的這個體系的話 未來的這個 這個時候 各民 各運會走不同的道路 他不會走同樣的道路 他不會走同樣的道路 西方 伊斯蘭 印度 中國不會走同樣的道路 各各的道路 就中國而言的話 中國不可能走西方 那樣自由的系統 因為他一定會分裂 他會崩潰 中國必須要有一個高屋見鄰的一個原則性的支印 那以前這個原則性的支印 就是儒家 就是孔子 現在沒有了 沒有了 他就到處找 也在很努力地建立 聽說北大剛成立的四個中心 叫做習近平的政治思想 習近平新時代社會主義政治思想研究中心 然後習近平的經濟中心 然後社會中心 然後社會中心 可是他一個文化中心 其實我聽到 就嘆一口氣說 他在很努力地去要尋找一個最高的一個指引 否則他怕整個會散掉 因為照之前那樣就散掉 那從自由世界的批評 當然就是一面倒的說 你這個完全的前置思想 你怎麼去發展 下而有這一個整個的考試制度 束縛人的才性 人的能力 讓他沒有辦法好好發展 上面又有這個思想的統治 那因此 一般自由世界會就會認為說 這個整個的學術思想 尤其人文方面的發展 是絕不樂觀的 但是他處於兩難之境 也就是說 他如何找到一個新的一個東西 他必須在 他不可能像西方那樣自由 但是也不應該太定於一尊地完全把他控制住 這個中間的平衡 其實回到中國傳統上來講 他的方式就是我之前跟諸位講的 他利用這個根本的經典 就是四書五經 樹立一個最高的標準 然後利用這個歷代的一些最高的這個成就 用一個大的歷史敘述 構成了他的一個所謂的道論 然後在這個裡頭 其實一般人叫天高皇帝也 我剛舉 你看那個賈寶玉 賈寶玉天在家裡 把那些什麼 我把那些什麼 把那些外面那些虛眉著物 著物的馬利太武徒 覺得你們這些東西 都不成個玩意兒 什麼一天到晚的講 那個儒家那些道理都不行 他可以在家裡罵 他這個平衡很有趣 中國古代從來不是思想自由的 他從來沒有思想那麼自由過 但是他滿自由的 他能夠有一個大一統的政教系統 但一般人也滿自由 這個恐怕是中國的需要的情況 我從你剛剛那一問 啊 森會跟你講 己所不欲物思於人 還不光是這個 整個層層的 一路考試到高考的 這樣子的一種 惡性的 極度惡性競爭的 這種強賊大家的性情 跟這個能力 還包括了整個的思想的 意識形態的控制 那這些東西都是強賊人的思想 聰明才智 甚至於性情的 怎麼辦呢 其實回到傳統 不是沒有答案的 這個中間一個平衡 我們不可能走西方的路子 但是也不能完全 不能控制得太過分 這個中間一個平衡 宋朝就是很好的例子 宋朝 一方面 他有一個最高的 共同的嚮往 追求一個 宋朝固然不夠富強 不過也沒有那麼糟 我們現在講 學術思想吧 他有能不能一個 更高的修往 那年輕人也要考科舉 也是必須要念一堆書去考試 但是他的文化 多麼的輝煌跟發達 這兩個中間的平衡 我覺得 中國的 如果要講 學術思想文化的話 都有印尼基所不義務 اس於人 不要把人控制得太兇 尼基所不義務 足無誤 кр MC 六 봐 instructions 感谢观看